今天继续给大家分享低支低卡的减肥食谱白灼秋葵 是不是没有想到秋葵的花是如此的清新脱俗 在马来西亚秋葵也被很形象的称为羊角豆 我家里种了三四颗 足够一个小家庭一个礼拜吃一次了 煮滚一锅水 加入一小勺的盐和一大勺的食用油 放入250克的秋葵 汆烫两分钟 为了防止它的粘液在汆烫的时候会露出来 所以我并没有把它们的根部去除 只是冲洗干净就拿来汆烫了 捞出过一下冷水 然后再把它们的根部去除 整齐的马放在盘中 另起油锅爆香一大勺的蒜末 加入屏幕上方所打出的所有的调味料 这个酱汁呢要比平常炒菜调味稍微咸一点点 因为秋葵是没有味道的 如果这个酱汁太过寡淡的话呢就不好吃了 主汁酱汁略微有些粘稠以后 我又撒了一些红椒丝 拌匀以后就可以把它们淋在汆烫好的秋葵上了 白灼秋葵也就可以上桌了 秋葵是一种非常有营养的食物 这个做法不仅非常的简单 非常的快手 而且真的很好吃 好啦今天的视频就到这边 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 喜欢我的视频 请记得点赞分享和关注我的频道 我们下次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